进入2019年 特朗普真是流年不利 年龄又增加了一岁 但牢骚却是满瓶飞 尤其是过去一天 一场大戏开始了 特朗普遭遇了上台以来最严重的一次挫败 这绝不是夸张 北京时间3月15日凌晨 美国参议院表决 59票赞成 41票反对 推翻了特朗普的国家紧急状态法令 这是特朗普的命令第一次被国会参众两院否决 这还是1976年该法案成立以来 第一次总统的紧急状态法令被国会推翻 没有了紧急状态法令 特朗普就修不了他心心念念的边境墙 这么多天的奋斗 这么多天的不眠不休 一转眼都附着东流 特朗普紧张地盯着参议院的一举一动 他本来还是寄予希望的 因为参议院不同于众议院 众议院推翻特朗普法令也就罢了 那里毕竟是民主党占多数 但参议院毕竟是特朗普领导的共和党占多数 100个席位中 共和党53席 民主党47席 这关系到的 是忠诚还是背叛 特朗普曾经公开发出呼吁 共和党人 你们到底是站在人民支持的总统这一边 还是站在那个坏女人佩洛西一边 但最后的结果 也很清楚 12名共和党参议员选择了背叛 站到了特朗普的对立面 至此 特朗普的国家紧急状态法令 遭到了国会彻底推翻 被严重打脸不说 更关键的 影响到特朗普的慰望和布局 特朗普出离愤怒了 得知参议院表决结果后 特朗普第一时间拿起手机 发了一条推特 只有一个单词vito 而且 四个字母全部大写 透着屏幕 特朗普的愤怒孤面而来 你们这么干 就别怪我不客气 我必须斗绝 半个钟头后 可能略略缓了一口气 特朗普写了一条较长的推特 我要对刚通过的法案进行否决 这个民主党古岛的法案将开放边境 增加我们国家的犯罪 毒品和走私 我感谢所有支持边境安全和我们 极端需要的边境强的坚强的共和党人 虽然只是一句话 但特朗普的意思也是很明确的 一 大家不用怀疑 我肯定要行是否决权 二 民主党太不负责任 他们想增加犯罪 三 投票支持我的 都是坚强的共和党人 四 言笑之意 那些反叛的共和党人 你们都是软弹 诺夫 艾曾分明 有话就说 有气就骂 这就是特朗普 到这一步特朗普不出了很多 民主党不给他钱修墙 他就不同意预算法案 于是 在他任内 美国联邦政府关门了35天 创下美国开国200多年来的最长记录 美国公务员的脸都绿了 你们这些大佬斗法 弄得我们没班可上 没有班上 那就没有工资 很多人的房租都付不起 因为关门 特朗普原打算去海湖庄园 杜盛当的计划也被迫取消 老过孩子们都去了 他一个人独守白宫 最后 白宫里的厨师都回家了 他一个大总统请客 也只能点外卖请大家吃汉堡包 以至于他自己就感叹 我非常孤独 甚至 他去越南举行历史性的经特会 最后却是不欢而散 按照特朗普的说法 一个重要原因 是国内在对他进行整治清算 让他根本无法安心谈判 最终只能把腿走开 可怜的金正恩 辛辛苦苦120个钟头绿皮火车来谈判 没想到是这样的原因和结果 怎么办 为了建墙 特朗普决定铤而走险 既然国会不批准费用 那他左性甩开膀子 宣布进入国家紧急状态 这样直接动用军费来修建边境墙 但哪知道 先是众议院 然后是参议院 又将他的法令给推翻了 特朗普的个性 大家也是清楚的 不达目标不报修 为了目标什么手段都可以来 而且 他特别看重自己的面子 在今年的一次谈判中 特朗普明确说 他轻轻念念想建墙 如果最终他屈服了 那我会被认为很愚蠢 这是特朗普万万不能容有的 武侠小说中 有一个绝顶高手叫独孤求败 现实生活中 有一个特朗普在独孤求墙 不建墙 现在是万万不行的 感觉特朗普豁出去了 所以参议院否决后 特朗普也毫不犹豫 第一时间宣布 我要行使否决权 除非你们有本事 三分之二多数 再把我给偶了 但撕杀到这一步 也可见美国斗争的尖锐和复杂 而且 这还只是一次预演 民主党魔刀霍霍 还有多的调查在等待着特朗普 既然共和党有人反戈 那时机成熟 那是真可能要谈合的 即使谈合不成功 也足够能让特朗普掉层皮 尤其是在2020年大选来临之际 别看特朗普权力很大 到处插手 而且在推特上能说会报 比谁声音都大 但特朗普心中的苦 很多人可能不知道 他轻轻念念的阅兵梦 一直就无法实现 他就想和普京好好见个面 也总是一再被无奈推迟 他就想见个简单的边境墙 却一直是壮志难筹 怎么说呢 有时候 越是显得强硬 却暴露出内心的焦虑 不然 他也不会再推特上各种怒对痛使 各种发迹式的自我辩护 一场大戏正在上演 考虑到明年就交大选了 高潮正在到来 最后 我有三点看法 一是特朗普的军事外交政策 也正面临重大考验 从叙利亚撤军 直接逼开了国防部长马蒂兹 现在基本也撤不成了 撕毁伊朗核协议 美欧发生了重大战略分歧 特朗普和默克尔 马克龙已经公开翻脸 还有 最近的越南金各会 更是不欢而散 美国是世界上的唯一超级大国不假 但任何事情都是有灵界点的 跨过了这个灵界点 那就是骆驼杯上的最后一根稻草 就好像波音公司一样 再大的巨无霸 也有丰富的一天 国会这一次的否决 尤其是共和党内部的反叛 毫无疑问是特朗普上台以来最大的挫败 更激烈的斗争还在后面 真不排除意外的发生 二是我们绝对不能低估特朗普 但也不必太高估特朗普 在所有美国总统中 特朗普毫无疑问是最特立独情的一位 也是将美国国家全力运用的最淋漓尽致的一位 极限施压 一直是他的拿手好戏 也是他自取的交易的艺术 让不少国家头疼至极 但不按规则出台的做法 看似为美国争得了巨大利益 但有时也造成了不可弥补的伤害 美国国内的分裂以及美国和德国 法国的决裂 就是一个再明显不过的例子 家家有本难念的经 估计特朗普也在感慨 我在前方拼杀 后方却在对我心酸 真是有心杀贼 无力回天 三是特朗普真正的麻烦来了 在国内 除了特别检察官调查外 最大的麻烦 还是美国政治状态的变化 民主党卷土重来 掌控了众议院 特朗普总统权力受到了重大限制 在美国 对失去国会掌控权的总统 是有一个政治术语的 那就是搏脚丫 建强斗争只是一个开始 特朗普是一万个不甘心搭搏脚丫的 但民主党也绝对不是吃醋的 毫不疑问 未来的特朗普 甚至还会遇到他难以想象的惊涛海浪 可以说 他现在比任何时候都更加脆弱 更加无助 更需要一点鼓励 需要一点成绩 考验特朗普的时候到了